这时闹大了,身为国际裁判长的前奥运会冠军,中国跳水机的传奇,和国际永连裁判长郭晶晶,已经对全红禅被压分仪式调查完毕,并做出了处罚结果,就是对该裁判做终身禁止参赛。 这回天都亮了,郭晶晶向国际永连提出申诉,要求公正评分,为全红禅争取公道。 在此之前,你敢相信吗?同一个裁判,同样的动作和水花,陈玉琪的表现得到了9.5分的高分,然而全红禅确仅得到了8分的低分,这真的太令人懊恼了。 甚至全红禅的教练陈若林都没能再做什么,只能静静地为他的学生鼓掌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? 近日,跳水选手全红禅在决赛中失去了冠军,由于得分太低,引起了网友们的质疑与争议。 其实,预赛小组低的全红禅,在决赛中表现非常出色。 然而,一名裁判却给了低分。 比赛结束后,全红禅一直保持沉默,没有回应这些争议。 国际裁判长郭晶晶也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,认为这个评分有失公正,需要为蝉宝宝打抱不平。 而现场更是有一名观众,直接怒对了裁判。 这是发生在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中的事。 这也是多哈世锦赛和巴黎奥运会的预选赛。 这场赛是对通常来说是尤为重要的。 然而,谁也没想到,这场比赛会引起这么多的争议。 竞争如此激烈,全红禅与陈玉希交替领先,就在第四轮的比赛中。 全红禅完成了动作207C后,惊艳了全场所有人,但唯独有意裁判仅给出8分。 而给水花相近的陈玉希却打了9.5分的高分,这让台下的观众难以接受。 而比赛结束后,全红禅自己并没有多说几句,欠然地接受了这个结果。 只是感到有些无奈,大部分的网友都感到不解。 为何再次上演水花消失数,赢得的仅是这位裁判给的8分低分。 众目魁魁下做出这样的操作,确实难以令人相信。 其实很多观众中也有专业的人士,他们都有回看过录像,并且细心的比较后,发现陈玉希跳水动作,确实非常完美。 不管是空中动作,还是入水水花控制的都很到位。 同时,全红禅的整个发挥并没有什么差错,不管动作和水花都控制的不错,但是裁判给他们俩打低分,却是天壤之别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难道是有难言之意?还是别有用心? 这位裁判不是眼花了吧?这一大分,让现场观众和网友都感到非常的不解。 连国际裁判长郭晶晶也非常关注此事,他也表示没看动,还为此提出了一些专业的建议。 他提议,在比赛发生判法争议之时,可以让裁判回看录像,重新对比后再打分,而在后面打分时,可以去掉一个最高分和去掉一个最低分, 取平均分作为最后得分,此建议出,得到了不少专业人士的认可。 同时,很多的网友都为他点赞,如果你也赞同这个建议,也动动你的发财小手,给他点个赞吧。 你们知道郭晶晶是谁吗?他的建议为何有这么大的影响力? 事实郭晶晶曾经是一代跳水女皇,退以后他嫁给了香港豪门霍家的霍启刚。 他在霍家的地位和话语权都很高,不需要依附于夫家。 他和霍启刚是合作伙伴关系,除了爱情,两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为了事业。 郭晶晶对霍启刚的事业有着很大的帮助,他的身份不仅是奥运冠军,还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形象大使,同时还是奥运会评委员。 现在是国际泳联的裁判长身份,郭晶晶如今作为国际泳联委员会委员,他的职责是评估裁判员在重大比赛中的表现,而不是给运动员评分。 他曾在东京奥运会上以国际裁判长的身份参加比赛,郭晶晶非常看好跳水选手蝉宝宝,认为他一路走来的成绩非常出色,在比赛表现让他羡慕不已。 每一次的动作都是满分,蝉宝宝是一名有实力有潜力的选手,他经历了不少的作者和心酸,但拥有像郭晶晶这样的前辈姐姐支持,相信他会再用实力证明自己。 粉丝们应该比较少关注蝉宝宝的个人生活,而更多是关注他在赛场上的表现,对于这次给蝉宝八分的裁判,也终于受到了应有的处罚。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,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